音樂 哈囉 我是Cati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3CE新推出一系列 顏色非常萌 非常粉嫩的 春季彩妝 你們看一下這整體的配色 不覺得夏天就是要有這種配色的東西嗎 那這一系列 我自己覺得 最最受矚目的阿 應該就是這個 九宮格眼影盤吧 就是它的配色啊 就是最近 最欠買的仙女系配色 那它裡面就是有這種 比較粉偶色啊 還帶一點粉橘色的 可能很多人一看會想說 欸我為什麼這樣子的眼影 我不知道怎麼搭配 所以我今天呢 會用這一盤眼影 畫兩個眼妝給大家看 而且像這種比較粉嫩 或是比較多亮片的顏色啊 可能很多人都會說 欸我眼睛浮腫 畫起來會變成 泡泡眼啊 什麼的 你們先看一下啊 我本身就是一個 浮腫的泡泡眼 然後呢 我的雙眼皮折又非常非常窄小 所以我不是那種隨便怎麼畫都會很美的眼睛 我還是需要靠一些小技巧 來調整我眼睛的這個 怎麼講 深邃度的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困擾的話呢 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用這一盤 打造兩個不同的眼妝 好 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上妝 好 首先是我現在臉上這個 橘子泡泡妝容 好 我們就直接從眼妝開始 首先沾粉橘色大範圍的暈染整個眼窩 好 我們看一下暈染範圍 我現在畫到這邊 差不多就是在我的眼折的位置 那像這種比較粉嫩的底色啊 我會喜歡把它 暈得再高一點 就是 你看我的眉骨在這邊 我會暈染到差不多眉骨下方的位置 這樣整個眼妝會更可愛更粉嫩一點 好 眼下也帶到一點點 好 眼下也帶到一點點 再來直接用無名指沾這個 亮片的橘子色 放在眼褶的後半段 再來用無名指沾取珠光粉膚色 上在眼褶的前半段 我在用手指上眼影的時候 會這樣子先按壓 再這樣子輕輕的抹過來 好 然後眼摺範圍上好了之後呢 要這樣子稍微往上暈染 然後帶一點點 這樣子到上眼皮的眼尾 就直接這範圍這樣帶過來 再用扁刷沾取最深色 上在睫毛的根部 並且拉長眼尾做出眼線般的效果 然後眼下也帶一點點 再來這個亮片粉橘色 放在眼下 這樣整個眼神會再更溫柔一點 好 珠光粉膚色 眼下的前半段 然後眼頭這邊也是 要來一點珠光這個粉膚色 打亮眼頭 然後這眼影的亮片色 它會有一點掉亮片 用鬆鬆的刷子刷掉 再來列眼線 再來睫毛 好 腮紅是這一顆 就你們看這個顏色啊 會不會覺得說 哎呦喂呀 顏色這麼重 刷到臉上是不是會很誇張 欸 其實刷上來 它的顯色度非常非常的剛好 它的色調有點介於珊瑚色跟鮭魚粉之間 然後非常非常的顯白 我覺得這個顏色啊 很襯膚色 然後它的粉感不會很重 所以你看我刷上來 你不會覺得說是粉站在皮膚上 反而是一個很融入皮膚的紅暈感 這個腮紅我覺得超級適合夏天的 就畫在比較高的位置啊 這樣超級可愛 好 再來唇彩 好 我先用這個淺粉橘色打底 中間呢再疊上一個眉子色 這樣我就不會整個臉都橘橘的 我覺得你整個臉色系統一之外呢 還要有一點點配色感 就如果整個臉都橘橘的 會看起來就是一個橘子嘛 所以我想說配一個眉紅色在中間 好 再來打亮 好 我現在全臉妝容完成了 然後我去整理一下我頭髮 我今天頭髮超級亂的 好 接著來看我現在臉上這個 藕粉色調的溫柔小姐姐妝容 首先用淺藕粉色把整個眼窩打底 眼下也這樣稍微帶一點點 再來用最深色的暈染在眼尾跟眼頭 眼下也帶一點點 再來用藕紫色暈染整個眼褶 再來手指沾偏光亮片色 拍在眼皮的中央 再來用扁刷沾最深色 做眼尾的收斂 然後這邊 這邊有一條魚尾紋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分岔過來的線 那是我的魚尾紋 我已經長了魚尾紋了 所以會讓我的眼尾的那個妝 看起來比較沒有那麼乾淨俐落 那就是一條魚尾紋嘛 所以我拿它沒折 請大家忽略 好 然後眼頭也要加強一點深色 沿著睫毛根部 慢慢的 點過來 這樣子你的眼妝才不會看起來太濃 可是又有那個深邃度在 眼下稍微淡一點點 扁刷沾偶紫色暈染眼下 再來粉膚色打亮眼頭 再來畫內眼線 再來刷上睫毛膏 眼妝就完成啦 再來腮紅 用這也是帶一點藕色系的粉 那這個藕粉色系的妝容 我覺得跟橘子泡泡那個比起來 相對它是比較溫柔 比較有女人味 所以腮紅我會上再稍微側一點 像橘子那個是腮紅上的這裡嘛 會比較可愛 那這個我覺得要營造女人味的話 就這樣子 從側邊上腮紅 會稍微成熟一點 好 你這樣從正面看啊 就是腮紅看起來像在 側邊 就會是比較成熟 然後腮紅這樣子上啊 也會稍微有臉型修飾的效果 再來唇彩 好然後一樣 打亮不能少 打亮是我的生命 好 那我接著一樣要去換髮型跟衣服 待會見 好 我的溫柔小姐姐妝就完成啦 我覺得看起來真的超級溫柔的嗎 接著我要快快跟大家總結一下 這次用到的產品心得 首先第一個是九宮格眼影盤 這個眼影盤真的非常容易被誤會 因為你看到一定會想說 這個配色非常的難駕馭 我一開始收到的時候 會是這樣想 想說 通常3CE不是都出比較那種 好上手的大地色系嗎 怎麼這次會這麼這麼的粉嫩 我應該沒有辦法handle它 但全部試了一輪之後 我發現 這個還蠻容易配的耶 像這種比較多色的眼影盤啊 我會要求至少能夠 搭出兩三個不同的眼妝 對我來講才會是好用的嘛 那這個呢 它中間這個深色讓這一切達成 就是我一開始看到這個深色想說 它看起來就像是紫黑色 應該整個化比較濃的煙燻妝 或是配這種比較成熟的色系 但是呢 我實際上一刷色發現 欸 它是有紅色系 就有一點葡萄色 可是帶有紅感的 所以它在這一盤裡面變成說 搭這邊偏藕紫色的 跟搭這邊偏橘色 都OK 它在這一個裡面的角色呢 就是萬能的熟練色 像如果你跟我一樣 眼睛比較泡泡啊 你需要一點熟練色 或者你需要畫眼線的啊 這個顏色非常非常好用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畫濃妝 你用這一盤裡面 這個顏色去當主色 也是可以暈染出一個煙燻妝 然後這一盤裡面的霧面色呢 它霧面色摸起來很細緻 那顯色度的部分我覺得就 不會說非常非常瘋狂的顯色 可是顯色度是有的 你看我剛直接這樣沾了 往手上刷 它顯色度是有的 而且呢很容易暈染 就它暈染開也是非常非常的柔霧感 不會有界線也不會有結塊的感覺 所以這一盤裡面 不管是亮片色珠光色 或者是霧面色 我覺得都非常非常好用 你看我這個 我直接這樣畫下來 它的顯色度跟延展性都非常非常好 然後再讓這一盤加分的啊 我覺得是這一個偏光的亮片色 它是粉紅偏光喔 那這個粉紅偏光啊 你可以搭在 霧面色 你看這個亮度加上粉紅色的偏光啊 超級夢幻 我現在眼睛中間就是這個顏色 然後如果要疊在這個最深色上面 顏色很漂亮 其實它是會讓眼影有變成另外一個顏色的效果 所以這一個顏色去跟別人疊啊 就可以讓這個九宮殼變成不只有九個顏色 就它可以這樣子玩出不同的顏色 你看 而且它粉紅色偏光亮片 上在眼睛上不會感覺粗糙 就是會有那種很像一顆一顆小星星在閃耀的感覺 就讓你的眼神變得更明亮 再來腮紅 他們這次出的腮紅都是霧面的 那這一季的新色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愛 就是真的很夏天 而且它的顯色度超級剛好 因為像我一開始收到這個啊 我就想說 它顏色那麼重 會不會抹上臉就很像有一顆橘子打在上面 結果沒想到實際用了 我發現它顯色度很剛好 可是又能夠呈現它該有的色澤 因為像有些顯色度比較低的腮紅啊 就算沒有顏色 然後你疊出一個顯色度之後 就呈現不出來原本那個很漂亮的色澤 那這一個呢它的顯色度超級剛好 你不會失手 然後色澤也能完整的被呈現 然後它的粉質非常的貼膚 而且好暈染 就不會說有色塊感 所以這次的腮紅 如果有你喜歡的顏色我覺得是可以試試看的 再來唇彩呢 我覺得這次的新色也蠻可愛的 那它是全霧面的喔 我覺得用起來有一點偏乾 然後我用會稍微有點卡唇紋 顯唇紋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的唇礦不好 或是你像我一樣唇紋比較深的話呢 你在擦這個之前 一定要敷唇膜加去膠質 或者是你可能就要搭配護唇膏一起用 那這樣就會比較沒有霧面的妝效啦 反正這一個呢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挑唇礦的唇彩 那除了彩妝之外呢 他們這次還有出 超可愛這個顏色 這就是典型我喜歡的這種 帶灰感的乾燥玫瑰色 這個超級可愛 它是旅行的刷具組 你們看一下 連裡面的刷具也是粉紅色 有沒有很萌 有沒有很萌 我覺得這一組啊 光是看就超級賞心悅目的 不過這一組我會比較建議 就是你真的要旅行用 因為它裡面的刷毛啊 會比較稍微有一點硬 畫出來的眼妝可能沒有那麼完美 可是呢 它這樣一組真的是 應有盡有 而且又好攜帶又萌 所以旅行使用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理想 而且這一組非常非常體貼的是 它眼部刷具都是做霜頭的 你看像一隻眼刷就可以大範圍暈染 或者是眼尾做深色暈染 或者是你看這種就是它都有霜頭 甚至是眉刷 它也是一邊你可以畫眉粉 一邊你可以把眉毛梳理乾淨 所以這一組我覺得它在造型跟功能上 是非常非常齊全的 只是我覺得它的毛就稍硬 如果你是想要買來平常在家裡用 我真的不建議 但是你要買來是旅行攜帶的啊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可疑 然後除了刷具之外呢 還有 3CE的手拿進我其實本身就非常非常喜歡 我好像有買兩三個吧 就造型這樣就是一個萌啊 然後顏色非常好看 而且它鏡子的品質非常好 就是你這樣子照啊這樣化妝 都可以照得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如果你有喜歡這個顏色啊 我覺得真的可以買 好如果你對這些東西有興趣的話 3CE的線上官方銷售管道呢 是Stylenada官網 就它們網路上只有這一家 你不要被其他給騙了 而且3CE真的非常非常多家 假貨超級多 你就真的很容易 你可能網拍啊 蝦皮啊 代購都有可能會買到假貨 而且他們韓國那個官網 它根本就有國際運送 你要自己買 就是在家裡點點手指 就成功了 所以不需要去找代購什麼的 然後還要去承受那個 有可能買到假貨的心理壓力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要買3CE的話 其實就兩種方式 第一個你就到韓國的專賣店買 第二個就是Stylenada官網 而且Stylenada官網 其實常常會做國際免運 你就follow一下他們的Facebook 等到免運的時候再買 國際免運啊 你可能買一個鏡子 或是買一盤眼影 它就免運了 其實就真的自己買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3CE心得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